夏天,谁还不拉肚子,没错,夏天拉肚子很常见,很多人都把拉肚子,也单规跟于吃坏东西,但你可能不知道,拉肚子也能引发脑梗,心梗,严重到还能要命。 案例一,医生说,案例二,哈尔滨67岁的赵女士,因为天热连吃了两根冰棺加上一碗冷面后,开始上吐下血,医生为赵女士量了血压,高压80,低压60,通过清电图显示,赵女士被诊断为急性性肯发作。 案例三,今日,急诊科医生而最后一致多巴胺,也遇到了一位因拉肚子大义死亡的案例,从父亲到死亡,不过12小时,5个小时前,这位65岁的男性患者,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了急诊科,医生说了最通俗的解释, 不检查,我怎么知道指标高低,不知道指标高低,我怎么知道给你挂多少药水,其实医生最担心的是,患者腹性乏力,感染程度如何,电解之情况如何,患者胸壳,又没有和病其他情况,患者腹痛,真的只是微肠道静慢性疼痛,或许是看见医生态度比较坚决,家属再也没有说话, 第一时间做了一份心电图,并没有明显的异常,然而,就在录完第一份心电图不到4分钟的时间内,患者的病情发生了千帆地覆的变化, 按牙,除颤,呼吸机,身静脉,多巴拉,去甲肾,肾上腺素,密多卡因,艾斯洛尔,绿化甲,流氏美,弹化,下病威,签字,汇宝,灰症,在距离第一次腹泻仅12个小时之后, 这位患者最终还是没有敌过死神的魔场,或许有人问,为什么患者的病情会突然地恶化, 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患病,更不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病情变化, 医生之所以会这么觉得,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,那些发生在患者身体内的细微变化,和身体早已经发出确肺锁,有人忽视的求救信号罢了, 拉肚子不当会是,真的会死人,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, 腹泻的致死率仅次于肿瘤、息脑虚幻病、糖尿病之后,高居各种疾病死亡率的第四万, 而这位年余六旬的男性患者,常年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,大多数情况下,心脏便存在或轻或重的问题, 在出现腹痛腹泻时,患者和家属都没有在意,只不过认为,这只是普通的拉肚子而已, 然而,却很少有人知道,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来说, 发热、腹泻、呕吐,大量出汗后的电解质紊乱,往往可以诱发严重的恶性心血管事件, 也很少有人知道,有些不定型症状的急性心肌疼死患者, 就是会以腹痛为首发的临床表现, 对于这位患者来说,最大的可能便是,多次腹泻后电解质紊乱, 加之地形容量性胸壳的存在,最终又发了心脏异常, 腹泻三大误区,千万别再犯,误区一,腹泻了就靠吃脂腺药, 下期腹泻多有细菌、病毒等感染引起, 若一腹泻就吃脂腺药,也就意味着体内的有毒物质滞留, 会加重对肠道环境的损害,威胁有益菌, 很可能再次出现更严重的腹泻,甚至又发肠道疾病, 建议一般情况下,一天腹泻不超过三次, 不必急着吃脂腺药,消炎药等药物, 吃得多喝些水,吃点粥,补充淡盐水, 误区二,任何腹泻都吃肠生素,肠道中的有益菌, 有哈菌,中型菌三类细菌, 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,以维护肠道健康, 服用抗生素会同时伤害有亥菌及有益菌, 不仅会导致有益菌死亡, 还会造成对抗生素不敏感的病菌大肆繁殖, 破坏菌菌环境,反而加重病情, 误区三,出现腹泻不采取不任何措施, 腹泻是一种自现性疾病,有自愈的可能, 但若毫不在意,也可能出现更大的疑惑, 如腹痛,头痛,甚至肌肉麻痹,呼吸衰竭, 建议腹泻时,应兼顾排毒与止线, 以减少对身体的伤害, 对于轻微的腹泻,一般专家都会建议加强可溶性杀石纤维的摄入, 同时,腹泻刚好转时,也不应掉以轻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贴近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